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今天是10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那麼在10月份我帶會員的操作 做了一個大幅度的調整 因為我們新成立一個團隊 就是專門來操作標股 那希望所有會員能夠跟上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大的行情要來了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不要相信我 對不對 那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看到很多的分析師 把這個AI有沒有 都丟到垃圾桶去了 遺忘不講了 對不對 那你看 AI大跌的這整段時間裡面 我每一天坐在這邊跟大家 用王冠AI系統 來分析 跟大家分享 因為你的老師已經不講AI了 對不對 他去做生意了 公益只好我來做 對不對 我也不是憑我的感覺 我每天讓你看 你看這麼多檔AI的股票 是不是 現在它是王冠黑還是王冠紅 最慘的時候大家都王冠黑 我怎麼跟你們說 我說你不要擔心 有一天它會翻成王冠紅 我也沒有講 老船長你有講 然後我說翻成王冠紅你可以怎麼買 老船長你有講過 好像是那個 對了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壓房子買 對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人相信 這AI已經死了 很多分析師盤中連線大老師說 AI掛掉了 沒有戲 可是我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AI就是台北股市 新一個世代的怎麼樣 主流 我那時候不是跟你們講嗎 從面板開始 當然面板之前 有所謂的低論 PCB不管 我們從面板時代 然後進入怎麼樣 蘋果時代 然後再到電動車時代 然後AI 對啊老船長你是這樣講的 你還講個歷史給我們聽 然後我跟你說 AI不可能出來一下子就沒了吧 前面每一個世代都混了好多年 對啊老船長 可是我的老師都不講AI 我都來看你的節目 你有跟我們講 有幾檔率先 在上個禮拜 它已經翻成王冠紅了 那我們並沒有 這個相信 因為你的AI系統 不一定準 搞不好翻成王冠紅之後 就不會漲繼續跌 對啊 觀眾有什麼疑問 我知道 但是我要秉公 用我們的科技科學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最可靠 對吧 再加上我的判斷 那譬如說 有的人因為最近被人家嚇大了 對不對 那這個盤空頭老書 說還要再疊幾千點 講很聳動 為了招會員 各位懂嗎 你看很多的那個 這個政論節目有沒有 那個主持人跟瘋子一樣 鬼喉鬼叫跟破狗一樣 然後來賓也是一樣 講話都很大聲很粗魯 感覺沒什麼文化 這個就是台灣現在的流行 政論節目那些 很喜歡在那邊 哇我真的搞不清楚 講話有需要那麼大聲嗎 大聲就贏了 那主持人也是帶頭在那邊 哇吵得要死 我從來不看那些政論節目 你不相信今天看了 隔幾天再看 前面講的內容 根本是鬼扯淡 但是觀眾愛看愛聽 因為現在的觀眾水準 是比較低的 因為流行比較低下 自從有了網路世界之後 很多爛貨什麼 都在網路上變得網紅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 真的老船長 現在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對嗎 所以頭顧老師也是 有些頭顧老師 他要走網紅的路線 跟你講這個盤要疊幾千點 看你嚇不嚇死 對不對 股票賣光光 舉手投降 有沒有跌幾千點 看一下 事實會說話嗎 有沒有跌幾千點 從這裡到這裡跌完 又上來 事實就是如此 那說好的幾千點在哪裡 沒看到 老船長也許明天開始跌 好嘛 我們就邊走邊看 對不對 首先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指標 對於大盤 它是怎麼樣分析的 各位看一下 今天大盤漲203點 對不對 我們按一下叮咚 看到沒有 請導播照鏡 對不對 大盤它現在怎麼樣 來碰觸這條黃金線 來碰觸這條黃金線 是不是 表示它有機會又要翻紅 老船長這樣搞死人 紅啊黑啊紅啊 對啊它就是這樣 這個行情就是很磨人 看到沒有 黑啊 黑啊 紅啊 黑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黑會翻紅啊 紅會翻黑 對啊 那這邊有沒有規定不能夠翻紅 沒有規定吧 而且它今天來碰黃金線啊 什麼意思 很有可能要翻紅啊 那個股早就已經有很多翻紅了嘛 我們又不是做指數的 但是我告訴你 台北股市現在又有利於多頭行情 所以空頭老鼠們 你們要小心了 不要亂跟人家講要跌幾千點 嘎上去的時候很難看 懂嗎 要有依據 有啊 老船長空頭老鼠依據很多 12345678 他自己編的啊 你也信 在我看到鬼扯淡了 對不對 既然他講的依據12345678 都是真的話 那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 沒有跌千點還漲 還漲203點 對不對 以誰為準 是以我為準呢 還是空頭老鼠 當然都不是 以市場為準 市場今天就是告訴你 漲了203點 沒有跌一兩千點 成交量放大到2800億 非常健康 所以這個盤 明天應該還會繼續漲 機率是絕對是比較大的 我敢講在前面 那重點來了 那一些今天跑出來講AI的老師 在我來看都垃圾了 之前都沒講嘛 今天又有AI了 對不對 我就從第一檔偽創跟大家報告起 偽創從160幾跌到150幾 他天天跌我天天講 對不對 但是今天的偽創 注意喔 很多人會搞錯囉 偽創今天掌停板鎖不住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一定不知道 老三黨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啊 用眼睛看你是看不出來的 有人在出貨 其實不是 因為偽創 大家注意看喔 來 3231 偽創喔 它現在還在怎麼樣 黃金線下 如果觀眾朋友覺得眼睛不大好的 這黃金線看不清楚的 你注意喔 所有的會員跟我一起動作 把游標移到這個地方來 對移到這個左下角來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這邊有個設定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呢 各位看這個線條有沒有 點下去找個最粗的 對好 然後按確定 很簡單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 黃金線現在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偽創呢 他突破黃金線今天 但是畢竟他走了很久的 王冠黑 對不對 他要翻成王冠紅 比較吃力 不是說不行喔 只是說他今天要翻 所以說漲停板 很難鎖住 他如果明天再漲 他翻王冠低跟紅 那更漂亮 就上去了 那上去還沒有解套啦 你的老師帶你買150幾 160的 就看他今天在節目裡面 有多囂張吧 嘩 偽創 你看大漲對不對 事實上你買150幾的160 距離解套還有50塊 你就看出你的老師 是什麼樣的人品 應該說是沒有人品 在那邊吹吹爆了 對不對 如果他偽創是買這個100的 那今天這樣漲停板 我覺得可以大升嘛 是不是 他會員都買在150幾 160的 有什麼好講的 應該鞠躬道歉吧 是不是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一檔 一檔 一株一株的來看AI 讓大家再做一次筆記 現在是關鍵的時刻來了 偽創還沒有翻王冠宏 你就要記住 哪些是翻成王冠宏的 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安裝系統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要買哪一支 你也搞不清楚 或是你想買 你又怕怕的 看偽創掌頂板 對不對 鎖住又開 你會很擔心 不過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把它 run過一遍 你就知道 哪一些股票 現在是回升 不是反彈 像偽創現在還定義在反彈 我順便講他的難兄難弟 鷹葉達2356 鷹葉達2356 有沒有 今天也是很吃力 雖然是上漲 但是還沒有翻成王冠宏 對啊他們就是相對弱勢的 在AI族群偽創也好 鷹葉達也罷 這兩檔本來就是掉車尾的 對不對 放牛班裡面的後段班 是不是 但是現在他們要開始用功讀書 急起直追也是好事一見 但是這兩支 麻煩你寫在筆記本上面 還在王冠黑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一檔一檔看 你就會發現 這個已經王冠紅 而且不是王冠第一根紅 表示怎麼樣 他們已經在走回升的路 那走回升的路 走著走著走到年底 那2024年會更好的話 有一些AI個股 甚至會漲一倍 所以說你們自己要小心 他如果今年賺4塊 他明年搞不好賺8塊到10塊 所以真正的大行情就看 等一下下半段的節目 我跟你講你做好筆記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沒有時間做筆記 也沒有辦法一支一支看了 就看我的測標就好 來 船式標股 我叫老船長 我們的標股的方式跟別老師不一樣 我們透過什麼 王冠天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王冠系統 作為我們的一個怎麼樣 理論的支撐 不相信下半段節目 我們走著瞧吧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匯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當然我不可能把所有的AI股票 都在這邊講 我們講重要的一些 跟大家手上可能有的 來第一檔光寶科 2301 今天有沒有漲 當然有漲 對不對 你覺得AI今天都有漲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對 也是站上黃金線 但是它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翻紅 那你現在筆記本就寄好了 光寶沒有 音業達沒有 偽創沒有 都沒有 也不是都沒有 你稍微有點耐心 我沒有收你會費 一支一支帶你看 不錯 對不對 別的老師今天還表演AI大賺 我快笑死了 AI它早就賣掉 還AI大賺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看這一檔 2376 重點來囉 有沒有 技嘉 看到沒有 王冠黑 還沒有翻紅 所以相對你看今天技嘉的表現怎麼樣 大家看 就弱勢 很正常 因為它在整個 我們的王冠AI指標系統裡面 它都還沒有翻成王冠紅 但是已經站上了這一條黃金線 叫做準備 老船長 有沒有可能 準備著準備 又掉下去了 這當然有可能 憲法沒有規定 它不能掉下去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 你不要買它 是不是 等它站上 我曾經講過 這個潮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有穿泳泳褲 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我就講 我說以後的AI 不是說大家一起暴漲 一起暴跌 因為時間久了以後 就像瓶蓋股以前 你們記不記得 剛出來的時候 哇 漲的時候大家一起漲 跌的時候一起跌 車用電子漲的時候大家一起漲 跌的時候一起跌 真的耶老船長 AI也是這樣 可是後來大家慢慢發現 瓶蓋股裡面有落差很大的 有的賺錢有的根本不賺錢 車用電子也是 那AI不是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那不是說技嘉不好 他不賺錢 而是他之前的股價炒得比較高 所以他摔下來 各位看 技嘉他摔下來摔得很慘 他慢慢要爬上去 這需要時間 要翻成王冠宏 需要時間 各位懂嗎 沒有說技嘉不好 你有手上有技嘉 你心裡聽得不高興 我照實講 對不對 投信做技嘉 輸得一塌糊塗 不要再看投信的操作 投信都是一些年輕 小毛頭有沒有 在做基金操盤人 那年紀三十幾歲都很年輕的 沒有買過一張股票 他都是用 這個投資人的錢 基金的錢在那邊 一下買追高殺低 我常常進去看 投信高價都他買的 低價他殺的 亂七八糟 你們去買基金幹嘛 拿錢給人家怎麼樣 叫人家幫你數鈔票 沒有必要 你要學會怎麼樣操作股票 如果你不會 你要用一套工具來輔助你 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 真的不要相信現在台灣的投信水準 亂七八糟 對不對 那外資也是差不多 外資他錢不是他的 他隨便 跟投信操辦人一樣 但你的錢是你的 所以你要自己要怎麼樣 你說老船長什麼沒有時間 那你就不要做股票 不要講那麼多理由 對不對 想要賺股市的錢 然後理由又一大堆 你起碼要有一些時間 然後看操盤軟體 來決定進出 對吧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2382 林百里 2382 各位觀眾你看 今天跳上去翻紅了 王冠第一紅2382 有沒有 今天 廣達就比較強勢 為什麼 他翻成王冠第一紅 那請問這是反彈還是回升 你告訴老船長啊 有沒有 你看一下 明年再漲就突破所有的新高了 有機會喔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不叫回升 叫什麼 所以不是每一檔都是王冠黑的 對不對 盤中 早上開盤 這邊翻成王冠紅 你可以買啊 但是你不敢買啊 對不對 這個AI長真的假的 你不清楚 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我們再看三字頭的 3017 齊鴻 這散熱的 看一下齊鴻已經王冠紅第二天了 好 他一路漲上來 各位看一下 3017 散熱的 今天雖然漲的不多 但是他慢慢上來再漲 他又要來平新高了 這個都不是反彈 這都有機會變成回升的 那既然是這樣 你就必須要先王冠紅嘛 不然你回升什麼東西咧 對不對 你要有科學依據 用科學的角度來計算 你有沒有資格 已經具有回升的那個樣子 大家明白意思嗎 那有沒有比齊鴻強的 我們來看一下 3324的雙鴻 各位看到沒有 他比齊鴻還要強 對不對 3324 來你告訴老船長 明天再漲又再漲的話 萬一不小心創新高 那請問創新高叫做回升 還是叫反彈 這不是第一檔了吧 那AI很多檔對不對 對啊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麼再看哪一支 對看我的測標 6274台耀 台耀也是AI概念股 你不要搞不清楚狀況 來6274 6274 各位看一下 它又比雙鴻怎麼樣 它又比雙鴻怎麼樣 更強 對不對 來看一下6274 你會嚇一跳 創新高 請問這是反彈還是回升 你問國小一年級都知道 沒有錯 這是我會員的股票 所以AI有很多檔 你要怎麼選 我沒有說一定要買 跟我們一樣買6274 但是要有一個依據 對不對 那個還在王冠黑的 搞不好明天不漲 又繼續在王冠黑 甚至還往下掉 對不對都有可能 因為我說過漲跌互劍 慢慢就要開始怎麼樣 有所區別 不是說AI一樣強 AI一樣弱 沒有這種股票市場的 你聽得懂嗎 那這就難度就高了 一樣都是AI 你買到那最弱的怎麼辦 對不對 最強的你有沒有買 這一支最強 6274 台藥會員的股票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檔 情城 8210 來各位看一下 它今天翻王冠怎麼樣 第四根紅的 也是強勢 來看一下8210 我們看一下K線 對 一樣的道理 它再漲一下 又來平行高了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這些股票都是怎麼樣 來準備要來平行高 再漲的 那麼有沒有創新高的 有 就是6274的台藥 那我們選擇這兩檔股票 就是用王冠天下 來篩選 另外就是 這是我的傳世標股的一個風格 如果說你認同 你就跟我們一起來 10月份開始 我們就是專門開始操作標股 那之前沒有 是因為之前的行情操作標股死得快 你看清楚 看清楚 從這裡跌到這裡操作標股 死得很難看 那我們認為從這裡跌到這邊 是差不多了 因為要準備選舉了 10月開始要準備往上 應該有一波大行情了 懂嗎 跌了這麼多 我們才選擇要開始來操作標股 因為沒有行情的時候 你操作標股是沒有用的 因為標不起來 我這樣講你認同嗎 那老船長 對啊 你這邊也不操作 這邊也不操作 這邊也不操作 對不對 反彈你也不操作 這邊反彈你也不操作 對 事後證明不操作是正確的 有沒有 都再殺下來 但是到這邊 注意看喔 今天只是10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開始操作標股 這個會不會過 我認為都會過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你注意看喔 這裡為什麼會過 因為現在的AI股票 剛剛開始起漲 對不對 當那些什麼偽創 音業達 甚至什麼見準 光寶 我剛剛沒講到 技嘉 都漲上來的時候 這個一定會過 對不對 然後你看看我們的股票 就會怎麼樣 再創新高了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再來看 沒有辦法看那麼長久 只是我告訴你從10月第一個交易日開始 那麼我們的操作模式 我不是今天突然發神經 要開始操作標股 而是這一段先跌 讓它跌 我們忍耐 我們忍你 我們從這邊忍了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現在我告訴你要操作標股 那我講的是人話 這一段時間天天標股的老師已經死光了 懂嗎 全部死在AI裡面了 然後今天他說他有這個AI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騙說他有這個台藥 那我會員如果沒有收到call訊 我就是每一個會員 賠5億8千萬新台幣 懂不懂 好 那麼明天開始 你是第二天來跟著我 第一天沒有跟到沒關係 因為以後的每一天 我們都會用王冠天下傳世標股的模式 帶你來操作標股 行情好的時候 你一定要操作標股 你千萬不要去買那個用等待的 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要買那個等待的 因為沒有標股 這個道理我今天講你聽得懂嗎 聽懂之後 參加會員這一套送給你 把它安裝好 跟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開始撥打 今次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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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